第八课 我想换钱 一 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想开一个账户 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您要开定期账户还是活期的 活期的 您要填一张开户申请表 另外还需要出示您的证件 开账户有最低金额限制吗 如果是活期账户 最少要存五元 这样可以吗 可以 请您在右下角签上名字 二 你好 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我想换钱 请问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 今天的汇率是一美元兑八点一元人民币 我想换人民币 这是一千美元 好的 请您填一下这张兑换单 这样填行吗 没问题 这是八千一百元人民币 请您点点 谢谢 我想存八千块 这是存折 好的 请稍等 您看一下这张单子 没问题的话 请在右下角签名 这是您的存折 请收好 欢迎再来 非常感谢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刚开始发行银行卡的时候 银行卡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随着银行卡的普及 现在使用的人越来越多 一个人有几张卡也很正常 银行卡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据统计 到2005年底 中国各家银行已经发行了9.6亿张银行卡 随着银行卡使用人数的增加 使用存折的人少了 因为和存折相比 银行卡有很多优势 银行卡除了有存折的存款 取款功能外 还可以ATM取款 刷卡消费 网上消费等 这些功能存折都没有 现在个人办理银行卡的手续越来越简单 只要拿着本人证件填一张申请表就可以 所以使用的人越来越多